人生很短不要将就着过 不确定自己是要先找一份工作解决生存问题 还是坚持所谓的理想工作 不确定自己喜欢的人是不是也喜欢自己 不确定要不要先找一个人凑合着过日子 不确定唯一多余的钱是用来吃一顿好的 还是买一本书 不确定投资是否会有回报 所有人都在一种不确定的氛围里 活在一种不敢要的生活里 在这个大环境下 有人挣扎也有人求得平安 而我们想要的不将就 就是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活得舒展 不被生活揉力 然后每一个人虽然有选择人生的权利 却很少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们对睡眠的一切人事物 基本上抱着凑合将就妥协的态度 当然也过得很不开心 甚至做任何事都感到无趣和没意思 一 差不多是在得过且过浪费生命 在身边很多人和事中 我们总会听到他们说差不多就行了 还记得抱志愿的时候 我的父母说的最多的话 就是选个将来可以稳定工作就很不错 离家近一些 我那一刹那感觉我的人生 就像被他们规划的差不多就行 他们以为这是大字若鱼的洒脱和轻松 我觉得他们错了 一个人的一生不是规定你稳定安逸 到一眼望到退休的工作 不是工作了以后就一定到了年纪 结婚生子 心里明明有着很多勇敢和冲动 不会心甘情愿的做一个稳妥的普通人而已 这种差不多的安逸会让人忘记人生还能拼一拼 忘了重新开始努力一把 日子就会变得不一样 我想这就是那些自疑 我怎么能考得过人家 不敢尝试 只想差不多的人 为什么也就差不多的原因吧 但我希望能够用精彩来形容我的生活 用值得来形容我的爱情 我的人生能够活出我想要的样子 二 不将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曾经看到过一段话 你喜欢上一样物品却嫌弃它贵 于是你买了一堆便宜的物品 自以为能替代品 到最后你却发现自己心心念念 最想要的还是一开始最贵的那样的物品 所以在每个人能接受的能力范围内 买你最想要的那样物品 才是最省钱的消费官 感情也一样 都别将就 将就是对自己生活的丰富充盈 将就是对自己生活的放任自留 人生不色限 不论在任何阶段 任何年纪 你都有足够的权力和勇气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即使不太盘山 你的生活也是有限的可能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从一张白子开始 后来也有的人生绚丽多彩 井井有条 有的却黯然无赦 杂乱无章 其实路都是自己选的 而作为女人 追求自己想要的 不将就 不凑合 不得过且过 才能收获最圆满风银的人生 每每在网上看到那些认真改造出租物的帖子 我都很仔细地点开浏览 而且被姑娘们的生活态度深深择服 房子是租的 但是生活是自己的 能让自己在不好的环境中不将就地生活着 这才是生活的强者 小鸭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年纪不大 却有着成熟的生活态度 她可以在繁忙中抽出时间学习 上课 考证 把自己人生规划得井井有条 她拿着不高的收入 却过着有讲究的生活 所以不将就是态度 并不受条件限制 认真生活的人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人 因为你将可能获得精彩不一样的人生 祝愿每一个姑娘都能过不将就的生活